藝人林志穎 接受地球黃金線汽車網 獨家專訪快問快答 燃油車和電動車 終極二選一 燃油車 電動車 當然我覺得還是 太難了 苦惱了好久 變成快問慢答 終於給出答案 好啦 我覺得還是油車啦 因為以後是電車的時間 對啦 我覺得油車 還是要好好去珍惜油車的 最後的這個過程 這個享受的這個過程 雖然愛油車 還是比電車多了一點 但當林志穎坦言 遇到這輛車 顛覆了他的想法 電車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Tesla 一路從油車晚上來 然後突然來一個店 我應該沒有靈魂 到X3 你看整個很簡潔很乾淨 顛覆了我對電車的 一個觀念跟想法 而22號這天 林志穎開的則是Tesla Model X 相較於他在節目上提到 喜歡的Model 3 Model X在配備上更高階 當然價格也高出不少 我會想用Tesla來錄影 因為我看很多人 掛在後面的 有一個可以吹冷氣 OK 我覺得很舒服 尤其現在夏天 我覺得掛在裡面 有一個冷氣放的帳篷 很過癮 想帶著全家用電動車 露營和環島 但這回這麼一撞 愛車毀了 林志穎也得好好修養 才能在開車帶著老婆孩子 到處旅遊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